天眼海角我带你走,欢迎收看小规视角 所谓虎啸山林百兽三 作为百兽之王的老虎吼上一嗓子 百兽听见了都会逃得远远的 而猫咪则是全世界家庭中养的最多的一种宠物 那么同为猫科动物的良者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国外由于男子家里同时养了一只老虎和一只猫咪 这只老虎还是个幼仔 看起来和猫咪差不多 由于把它们放在一起养长时间的相处 一虎一猫早已建立了友情 经常在一处嬉戏打闹 这天中午猫咪正在睡觉 而小老虎却变得非常兴奋 它靠近猫咪的扫握 并且不停的用舌头舔着猫咪的身体 仿佛在说别睡了一起嗨 而睡意正浓的猫咪突然被小老虎这一波操作打搅了好梦 顿时怒了 猫咪说莫爱老子 还让不让好好睡个觉了 随即便对着小老虎一巴掌扇了过去 小老虎被拍的瞬间懵了 委屈巴巴的望着猫咪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看到这儿许多网友纷纷调侃 这还是今日的百首之王吗 不得不说蒙古入平阳猫咪也感情呀